我們是一個VR的這個Solution的提供者 那我們自己研發還有製造我們的硬體頭盔 以及現在畫面上看到的這個槍 以及我們現在這個玩家正在玩的就是一個John Wick這個遊戲 那我們現在這一套是我們在IMAX的這個VR體驗中心 提供給玩家的整套的體驗 那我們就是提供的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 一整套的一個商用的一個設備跟軟體跟硬體給我們的partner 那比如說像IMAX他就是現在在全球預計要 佈點十個像這樣子的VR的體驗中心 那以及我們像跟最近跟Universal Studio的最新的Mummy的這個電影 又結合讓Mummy的遊戲可以在這裡面透過VR的方式去體驗 那以及就是剛剛提到的這些都是屬於比較娛樂相關的一個VR的這個相對的應用 那同時間呢 我們能夠在很多地方還有更多的琢磨是在更多的是 Enterprise這樣子的一個使用情境下 譬如說現在很多不管是車子或是建築的工程師 都開始使用VR來協助他們在觀看或是甚至在設計的過程當中 都能夠使用VR這樣子的一個科技來協助他們更有效率 那以及在很多譬如說像國防的訓練裡面 也可以非常運用VR的這樣子的技術 那尤其像我們的這個頭盔 它能夠提供210度的這個可視角 那一般市面上的頭盔呢大概是110度的可視角 就有點像你從望遠鏡這樣子一個很局限的一個空間裡面這樣去看出去 那我們的210度呢已經是高達95%的一個人眼的涵蓋率 所以它可以提供在國防這樣子的一個訓練當中非常非常擬真的一個體驗 那這是我們STAR VR現在提出的這些技術跟Solution裡面 算是我們現在最獨特的地方 那以及我們的頭盔它是5K 兩眼加起來是5K的解析度 那跟市面上兩眼加起來是2K大概要多了兩倍多 所以在整體來講不管是遊戲的情境下 或是說在使用VR的這樣子的一個作為設計或是工程上面來講 或是國防的這種訓練來講 都是能夠給一個更沉浸式或是一個更擬真的一個體驗 而是我們在一起去的櫃子 因為一個最多的方法 不是特別的地驗 但是如果有個地方可以放進去 就要做的一個意外 我們可以放進去的拍攝